今天要跟大家講 單打切球上網全場的腳步 單打切球上網啟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切完球的時候 其實只要墊一步就要往前了 那很多人都會以為切完球的時候 是不是要回到正中間去 其實這是一個迷思 那為什麼不要回到正中間 因為切完球的時候 其實對方相對接到球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只需要墊一步 就要馬上往前或者選擇後退 所以這個墊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啟動步 那我先做一次切球上網的腳步 先切直線 如果對方放直線是這樣跑 切完直線我就直接墊步 直接這樣往前 那很多人會跑成這樣 切球上直線的時候 都還會想要切完球 墊步回中間 然後再往前 那這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跑是第二種腳步的話 那你會沒有辦法選擇在上面去做變化 因為我們切完球的時候 這個墊步的時候 這時候墊步的時候 其實對方就會正好要出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方會選擇放直線還是勾對角 那這時候呢 我在這裡的時候才決定 我要跑直線還是對角 所以並不需要回到這個正中間去 來做選擇 好那如果呢 我做一次 如果切直線對方勾了對角怎麼辦 你看我切直線 對方如果勾對角的時候 我就直接從這邊出去 有沒有 就會直接從這邊這樣過來 我並不會跑到正中間才過來 我再跑一次連貫的給大家看 切完 墊步 直接上來 我會這樣去跑 那 那 如果呢 切對角 那上對角呢 也是一樣的意思 切對角 那大部分都會放 放直線嘛 所以我切對角的時候 我的人是會往 對角去跟的 切對角 墊步 直接這樣跑 那如果呢 切對角呢 我切的對角 如果對方變線勾了一個對角的話 我怎麼辦 一樣 我切對角的時候呢 對方已經會其實會出 就是會出球了 所以呢 這時候我也會知道 對方會勾對角 所以我會在 墊步人的時候呢 準備看對方會勾對角 這個時候做準備 你看喔 切對角 墊 我會直接這樣跑 大家有看到嗎 我再做一次連貫 假設切對角 直接過來 對 那還有一個 如果切完球呢 被對方做重複的挑球 或者是打對角線怎麼辦 切對角 切直線 或對角 切完 墊 直接出來 這樣 大 那如果切完 如果對角的話怎麼辦 切完 墊步 這邊 過來 所以大家記得呢 切完球的時候呢 因為速度非常快 你沒有時間 再回到正中間去準備 除非你今天是打了長球 你打了長球 因為長球很高很遠 也是絕對有時間回到中間做準備 但是切球 跟殺球就不需要這個 這樣回到正中間去 然後才會出現 很快 就是 我們最後